再来看澳洲这只五尾熊 最近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主要是澳洲现在有一场森林大火 其中有一只五尾熊 它的四肢惨遭烫伤 我们就看到澳洲的兽医要抢救它 于是就像这样 其实它已经昏迷了 把它四氧八叉了 它是趴着四肢浸泡在药水里面 当时它躺成一个大字形可爱的模样 让大家看了以后觉得很奇特 也为它感到不舍 南半球澳洲气温狂飙 引发森林大火 不但害得老百姓的家当 在烈焰中复之一具 更苦了这群小可怜 口干舌燥的野生五尾熊 顾不得人类就在眼前 先扭影再说 更惨的是 这只被烫伤的五尾熊 在后毛巾上躺成大字形 痛到昏迷不醒 虽然有网友开玩笑觉得 五尾熊好像在做SPA 其实五尾熊杰瑞米在野火中遭到二度灼伤 四肢简直成了火烤熊掌 死里逃生的动物们有苦说不出 这只焦黑的五尾熊 第一时间在打火兄弟怀中猛喝水 不难想象小动物们所历经的浩劫 而四肢泡点酒的五尾熊杰瑞米 更在网路上爆红 只是澳洲气温居高不下 大火难以全部扑灭 等到杰瑞米伤好了 该不该回到大自然的家 恐怕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观察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